Hello 我是Drew 上次教的核心動作做了嗎? 今天我們Level R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接下來的動作一樣是我們的Deva王蟲式 但我們現在採用一個泡棉的滾桶作為一個輔具 位置會在對角線的動作 現在哲瑞是用左手的手肘搭配右腳的膝蓋 這個動作可以把力量從周圍移到中軸核心的區域 口訣是膝蓋往上頂手肘擋住 所以現在哲瑞會覺得對角線的肚子非常的用力 這個時候我們搭配左腳和右手做一個輕輕的擺動 吸氣的時候延伸找地板 吐氣的時候輕輕的回到屋頂 模擬一個跑步的時候 髖關節和肩關節有動作的方向 搭配對角線的穩定 動作中我會去測試它的下背體力有沒有空間 也許會拉拉看它的衣服 OK 沒有被我抽走表示肚子有用力 或者是滾頭也沒有用力夾緊 所以可以稍微干擾它一點點的力量來做測試 時間一定要建議在30秒到1分鐘 這個加強版的蟲蟲式動作 常見的錯誤就在於 這個膝蓋最重要就是往上頂 如果今天手的力量給得太多 讓這個位置跑到這邊 髖關節彎曲的動作已經不見了 所以它比較難模擬跑步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希望它的膝蓋 一定要在髖的正上方 甚至偶爾會讓它到肚臍的正上方 來幫助腹部的穩定 減少下背的出力 所以膝蓋往上頂 手擋住就好 接下來的動作是一個側板式的延伸 我們希望側板式跟跑步動作有一個連結 吸氣、吐氣之後撐起來 確定肚子要有用力 接下來的動作 幫我把上面的手微微離開 腳也離開之後 幫我手往前 腳往後延伸 模擬跑步的時候的動作 然後回來 延伸的時候 盡量讓你的上半身可以面朝地板 達到最大的角度 我們稍微講一下這個側板式 會有什麼樣的失誤 通常第一個 會在這個脖子的地方 讓脖子縮起來之後 會有一個聳肩的動作 所以撐的時候 會把大部分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肩頸這個地方 而很難把注意力放在核心 跑步也需要有耐力訓練 也需要間歇訓練 那為什麼核心要做這些呢? 當你的核心訓練 不夠有專項性的時候 其實對於你在真正跑步當中 它能發揮的效果 可能就會有所打折 所以其實核心肌力訓練 也需要有一些專項性的動作 來加強你的跑步專項實力 所需要承受這些強大的走力 那今天這些呢 就是簡單分享平常 我在Drip這邊 做體能訓練的一些動作 給大家知道 那希望大家可以藉由這些訓練方式 讓你的跑步動作 也可以更穩定的情況 來完成你的目標賽事 那當然如果你對我的體能訓練師 Drip 他的一對一訓練也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資訊這邊 找到他的聯絡方式 非常厲害 個人超退 好 那我們影片差不多就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並且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啦 掰掰 掰掰